來投手的自責分率是13.5 投了兩局被打兩隻安打 那丟掉了三分 三分全部都是自責失分 那接下來要面對到的一個 丟掉了三分喔 在那一場比賽表現得似乎不太理想 打開電視機基本上都是邱教練的聲音 目前也是繼承了 哇 先回到場上喔 接過的江亮偉 江亮偉擺出了短數喔 江亮偉也直接把他斷路 看是否能夠製造一些上类的機會 這一球 哇 喔 不小心 打在棒子上面 我想也演不下去啦 哈哈 這一球打擊出去喔 游擊手接到之後 先踩二 剛剛那一個 插棒界外喔 就 接下來在這邊要面對到的是 這邊角角的一個位置齁 在比較高的位置齁 可能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是 所以特別喜歡這比較高的球 捕手跟竹嬸齁 這個兩個人的位置齁 有時候也會 是有 一支二壘安打的出現 一些球 投球數過多的一個情況 是 這一球 吳國豪打到中右外野方向 落地 新撐了 這個球投得不差齁 只能說 吳國豪真的打得相當的精彩齁 是 剛好越過了拳壘打牆齁 將戰局給扳平 真的有點虧齁 今天擔任第二棒的莊俊凱 你的手感齁 也維持得都還不錯 混進喔 是 還有進步的空間 其實他 稍微謹慎了一些 對 這一球吸引到了 很瘋 可行 能不能說 因此